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Lan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粤剧名宁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何非凡年轻时曾经拜过几个师傅 分别是李叫天、陈省张、石燕子等 他也学过花旦行荡 但是随着蓝花旦逐渐被淘汰 不再吃香 工作机会又少了 于是他就改行荡 改为专攻文武生 他就利用自己明亮 和相对温柔的侯底 这个特别条件就拼命转延他的畅康 于是他就创出了一种 他自己独特的狗仔康 他的运康就连叠 忽然就低沉 忽然就高抗 那偶然呢 在康与康之间也作出这个闲康 因此这种唱法相当之受到人的接受 潜贼人口 很多粤剧的观众 有空都会撑回几句 他这个狗仔康 觉得相当之好听 他先后就加入过大罗天剧团 黄金剧团 乐奇乐剧团 红梅剧团等等 在1938年 何非凡就自组了自己的剧团 就叫做非凡响剧团 从此之后他就真的好似一条帆船 扯起了个风帆一样 一帆风顺 就好像他所起的艺名 非凡 一帆风顺 升阵省港 明阳海外 但何非凡就并不是忽然之间 一下子就红起来 他初期去越南登台的时候 初初成绩并不是那么好 后来就转到上海 演出《西商记》 在《西商记》里面 他就有机会发挥 这个狗仔康的特点 观众的评价 听到这个狗仔康之后 相当之好 这个评价 自此之后 他就身价百倍 在1947年 他就组织 这个非凡响剧团 并且和著名的花旦 《楚咒云》合作 演出《情真偷盗》 《萧商馆》 在广州 就连续演了三百六十场 那麽多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呢 一日一场就演足一年 而且还是长长满座的 当时真是轰动一时 在1949年之后 他就去到香港 继续从事粤剧演出的工作 并且还受聘为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员 何非凡他不单止是醉心于粤剧 他还在五十年代 就报其妻 何彦卿 罗彦卿的后尘 就涉足这个银幕 开始拍电影 他就曾经参演 拍过大约三百部电影那麽多 那时三日先或七日先的粤语长片 其实也相当受到观众的欢迎 何非凡是一个多产的雄龄老官 所以他的片量相当之惊人 总共他拍了三百多部 时间去到1980年 他就不幸因病在香港病逝了 他病逝之后 就按照他生前的意愿 将他安葬在澳门 统统统的孝斯永远基园 何非凡的代表作 就是梦会杨贵妃 迫海狂争 唐公厌史 和情真偷渡消商馆 接着就讲一下一些 纪念何非凡的活动 何非凡有一个弟子 叫做李扬升 他就向粤剧博物馆 就赠送了何非凡的戏服 给管方以便好好保存 以及用来展览给后人的观赏 以及作出粤剧的传承 粤剧命令何非凡的入室弟子 至于李扬升 就向广东省粤剧博物馆 捐赠何非凡生前用过的四套戏服 同时何非凡的首本戏 情真偷渡消商馆 碧海狂争的两盒绿音带 和部份戏服照片 也同时捐赠给博物馆 何非凡本身是东莞人 他在入月班之初 就由跑龙套造起 后来就拜石宴子 陈省张为师 自此之后 他就改为做小生这个行当 在1947年 他自早非凡响剧团 和楚就云合演《情真偷渡消商馆》 在广州演出了几百场 当时他演出这几百场的 《偷渡消商馆》的同时 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当行老官 轮流地和他打对台 即是和他竞争 并不是说只有他一台戏做的 但是和他竞争打对台的那些 亦都双双败阵 都是输给他的 因此 何非凡从此获得了一个情真的卓好 根据李扬星的介绍 何非凡生前的遗物 大部分 现在大部分 都是收藏在香港沙田的粵剧博览馆里面 只剩下一小部分 由他的徒弟李扬星保管 佛山就是粤剧的起源地 所以也很乐意将这些有价值的遗物 捐赠给粤剧博览馆李扬星这样说过 同时 是香港粤剧演员会副理事长黄祥先生 他就是粤剧博览馆的管长来的 即是理事长来的 他也捐赠了一批珍贵的粤剧资料出来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都暂时高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 阿N与的频道 好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今天拜拜